- 安妞阿西哟,我是X咪妹 - 安妞阿西哟,我是番权 - 这个星期最最最重大的是什么事情呢? - 是5011时隔多年终于完整体回来马来西亚了 - 还是开演唱会咯 那就废话不多说 一起跟大家回顾演唱会画面吧 TLph 这要是难不圣 我 Menschen want me to��唱 你プ投保张吗 Kindalasa Bahagya 哇... 很棒 很棒 Sounds good 各位 Aku Forever Oppa Kam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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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See you next time We love you 太棒了 早前FX Amber宣布自己和SM的合约到期 并且会离开公司 而在FX出道10周年的9月5号 队长Vittoria也宣布跟SM的合约到期 并感谢公司这10年的所有 10周年是终点也是起点 而SM也公开表示 Amber、Luna跟SM的专属合约已经到期 将会离开公司 Quistar的合约还没有结束 也会跟Vittoria讨论新的合作方式 SM已经4年没有出新专辑了 这下简直就是名存实玩 我的函数啊 安杰云和Quistar的离婚事件越闹越反转 当初Quistar指责安杰云在生日那天 跟别人在外面开party 但有关人士透露 安杰云在生日当天 喝了Quistar煮的牛肉汤之后 逝去参加了新剧的独具本会议 也在那里收到了工作人员的生日惊喜 正经陆续的服务随面后 网友开始质疑Quistar的指控 而安杰云将会对Quistar提出离婚诉讼 代表律师表示 Quistar的言论有一部分被夸张和弯曲 导致安杰云的名义受损 甚至还伤害到第三方 所以不得不以法律来应对这情况 看回这对Kim Rubin和西米娜这对CP 在2015年公开恋情之后 两人一直非常低调 而最近就有记者爆料说 两人好像打算明年或后年就结婚了 等Uubin的健康状态更加好的时候 应该就会讨论结婚了 如果是真的话 那是一件非常值得祝福的事情 Uubin我爸生病之后 妙妮不离不弃的照顾他 正希望这两人可以白头到老 甜甜蜜蜜到永远安